近日美国众议院提出了最新的提案 在美国境内居住满7年的非法移民 可以提交转换合法身份的申请 获得绿卡 如果这项法案通过 那么将有790万人受益 这些人在美国平均生活了17年 平均年龄是40岁 我这并不是鼓励大家 黑在美国熬上7年拿绿卡 中国人偷渡美国 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真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能够去美国的正规移民方法 还是很多的 比如美国的EB3职业技术移民 这个EB3每年的名额 差不多有4万多个 引进的对象包括熟练的技术工人 专业人员以及非技术工人 简单来说 专业技术类都为厨师 电工工程师 讲师品质检测员等等 而非技术类都为清洁工 食品加工厂工人 种植工养殖工 屠宰工等等 只要你的年龄在18到47岁之间 拿到一份合法的美国工作合同 就可以申请了 没有学历工作经验 资金和语言的要求 我是Mr.海 想知道更多移民方法 可以关注和私信我